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觉得电脑用久了就特别的卡顿 用了几年就非常难受想换一个新的电脑 但是看到网上那些垃圾佬们拿着几年前的硬件 还是玩的溜的飞旗 什么露啊露吃鸡3A大作这样流畅运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电脑变得卡顿呢 有什么方法让电脑焕然一新呢 大家好,我是西叔,一个摄影好者 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那么今天就拿出我上大学的时候 买了一台宝藏电脑给大家来看看 10年前的台式机和一个接近顶配的MacBook Pro 两个电脑在游戏性能和视频剪辑方面 哪个更厉害一点呢 并且尝试寻找一下电脑卡顿的源头 以及升级体验的方法 内容创作不易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 提到用MacBook的玩游戏 我选择英特尔CPU的Mac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放弃了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单独出一个视频来分享一下 Mac上面可以玩什么游戏 简而言之 几乎都是一些移植的老游戏 还有课金的游戏 有极少数的独立游戏 也会为Mac推出独立的版本 并且M1之前的硬件配置 也不是游戏定位的 所以即便是装了Windows系统 也只能玩一些轻度游戏 这个时候小板就说了 干嘛不用雷电接口来拓展一个显卡呢 这个方案在几年前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但是现在显卡超级贵的一个行情下 比起拓展屋还不如直接加一点运算配一个台式机了 未来苹果应该会加强娱乐的体验 但是最多就是一些轻度的娱乐 或者家庭娱乐定位的游戏 我相信随着80、90、00后的成长 未来游戏娱乐将是大众化的、家庭化和社交化的 所以说苹果不会放弃这块蛋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都是差不多的配置 MacBook Pro会比其他笔记本更贵 但是更加流畅 即便是i5双核的A1502 也可以流畅的运行设计软件 甚至剪辑视频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同期的大多数Windows电脑 厂商基本上除了比拼硬件性价比之外 没有任何的回旋的遗地 那么便宜的电脑就会把一些大家关注的CPU和显卡做得很好 但是在另外一些配件上进行偷工减料 如果说把一台电脑比喻成一个城市 那些配置看似相似但是定价比较低的电脑 就是配置了顶级的工厂和发电站 但是其他基础建设设置都是非常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 反观MacBook Pro作为全系列中的旗舰 屏蔽了系统本身的优势 首先不用和Windows电脑来卷一些硬件的性价比 那我自己干活也是优先会考虑MacBook 也不用和自家的入门款去比性价比 自然就可以在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地方 去把配置做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搭配 再加上操作系统本身也是针对硬件优化过的 自然也会更加流畅和稳定 那当然不能否定是苹果也凭借着系统优势 拉高了电脑的售价 但是给一个2019年的i98核 配一个单桶管的设计 我真的是不太能理解 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吐槽 因为我这一款就是一个这样的配置 那关于末代顶配的i9MacBook Pro的一个体验 回头我也会单独出一个视频来和大家吐槽一下 直到最近我为了玩地平线5又赤巨资 卖了一张800块的10606G的显卡 还有一个821堂猎户座的线性扳机手柄 那这群老家伙组合在一起还能跑4K的高画质 游戏优化了不得不佩服微软是真心的厉害 关于如何让一台10年前的台时机 依旧保持流畅的心得 以及我这一路上面升级的一个过程 还有它的游戏体验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我另外一个日常的频道 我会在那里分享很多关于数码 还有游玩的一些信息 虽然说现在图形显卡加速技术 对于设计软件特别是剪辑和3D 带来不小的帮助 但是日常的文件读取、设计、保存、渲染等等 主要的环节 起到主要核心作用的还是CPU 很多小伙伴都忽视了CPU之外主板的帮助 那从B85升级到Z77之后 我在高性能模式下CPU的性能提升了将近15% 即便如此应该也只是发挥出了i72600K 它本身的一个实力 还没有进入黑科技的超频阶段 而且用的都是一些便宜的配件 那么这一套硬件拿来和一个i98核的 刺激进的MacBook来比拼渲染能力 结果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欢迎大家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本次渲染测试采用了两条佳能EOS R5拍摄的 4K H265的Cinemac Mount C-Log3的SDR视频素材 分别套上了还原的LUT进行了上下的叠加 上面的涂层设为50%的透明度 输出一条10分钟的H264的4K视频 然后在Mac和PC上面使用PR和剪映进行渲染测试 我相信很多人测试了很多软件 但是剪映的渲染测试应该是很少的 Mac上面开启PR渲染之后 性能基本上是拉满的 但是基于Mac本身系统的特性 这个时候你的后台轻度的办公 甚至用PS做个海报问题也不大 但是电脑的温度明显会快速的飙升 因为我平时Mac都是放在一个散热器上面的 那系统占用基本上不会下降 最后35分050秒完成了这个视频 那Windows PC上面开启了PR渲染之后 CPU也快速的拉满 但是GPU并没有拉满 作为一个台式机散热基本上是毫无压力的 一个双热管散热器就可以完美的压住 这个时候电脑仍然可以轻度的使用 最后散热8分33秒完成了渲染 从PR的渲染结果来看 4个核心3.4G锐频道3.8G的i7 2600K 比起8个核心2.3G锐频道4.8G的i9 慢了大概10%左右 之后又测试了剪映的专业版 相同的素材和设定 Mac上输出了39分27秒 Windows PC上输出了40分02秒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过程中Mac的占用率不到50% 那PC的版本占用还是比较高的 通过上面的测试 可以看到几个比较明显的现象 剪映专业版相对于Premiere的渲染效率 也会略低一点点 它的差距很小 Windows PC上正常散热的4核i7 和Mac单热管上的8核i9的渲染能力 基本相当 到这里大概应该明白了 苹果为什么突然毅然决然的 要转向M1芯片 Intel的发热量实在是太大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如果选择Intel处理器的苹果笔本 不要一味的去追求CPU的规格 功耗太高反而会发挥不出来它的性能 如果说现代入手 还是果断考虑M1芯片吧 在一些对于便携性没有要求的场景下 或者说你已经有了一个Mac 还想玩玩游戏的话 其实台式机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选择 另外电脑如果卡顿 先不要着急的去升级CPU和显卡 先去考虑一下固态硬盘和内存条 当然Windows PC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 大家还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考虑升级的方案 对于一个集成度比较高的笔本量来说 在购买的时候就要确认好哪些部件可以升级 或者直接选择更高的配置 除了这个视频 在我的主页还有更多摄影器材 摄影教程以及行业动态的资讯 另外更多的数码 ARC咖啡美食等等的内容 我也会在日常频道进行持续的更新 感兴趣小伙伴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是能拍护士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